我是个聊历史的 我已经很久没聊过热门热点了 但是今天呢 我借着司马南这个事 咱聊一下当下网上的一些问题 其实他的视频呢 我看的不多 甚至他的号我到现在都没关注 我只是单纯不太喜欢他的那个风格 我觉得他这人有点碎嘴子 是吧 就是两三句能说清楚的问题 他非得在那儿重复个五六七八句 但是他聊的那些问题跟他的观点 这个我都知道 不经火知道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因为太火了 那网上对他有支持的 有反对的 这个支持他就不说了 那反对他呢 基本上评论区我也看了 那差不多 大部分都是说 他的粉丝都是那些优行所 再加上这段又爆出 他在丑国那边 有他二十五万每刀的房子 就开始对他人人攻击了 这个事我觉得是这样啊 他这个房子的问题 咱先放在一边不说 咱就说他爆出来的那些问题 他存不存在吧 他该不该去调查一下 那如果说 他说的那些问题不存在 子虚无有 那是他造谣 把他抓起来 你说你们在那急什么 也就是说 他买不买房 跟他爆出来的那些问题 存不存在 那根本就是两回事啊 他不是一码事 不过话说回来了 二十五万每刀嘛 你们觉得多吗 我觉得啊 就到现在为止 他的背景一定会被 某些资本查了个底调 你放心 肯定查了个底调 查来查去 也不就是以二十五万每刀的房子吗 如果有问题查他 如果企业有问题查企业 这是两个问题 所以说你们一会儿在评论区什么1450 一会儿又是优行所的 我觉得这个争论的没意义 其实我想说的是 现在有些网友开始推这个爱国做定义了 就是你得按照他们给你定的这个标准来 要么你就是优行所 就是他们看似口口声声的跟你说什么包容啊 理性啊 但是你跟他们聊你就会发现 只要你说出跟他们不太一样的观点 他分分钟拉黑你 看似一本正你呢 在那客观聊爱国 失责全是否定别人 然后就是那种啊 看着那胎毛还没长齐呢 然后张口闭口就给你什么贪人生聊哲学 你看他们节目那眼睛 他们从来不看镜头 我也不知道他们那稿是自己写了忘了 还是别人给他写的记不住 说句难听点的话 他们懂个锤子呀 我再说一句啊 就是以后咱们在网上 但凡见到那些 动不动就讲什么人生啊 讲哲学啊 什么独立思考这种人啊 赶紧拉黑 还有呢 就是近期网上出现的各种大聪明 总觉得自己比国家聪明 国家出个东西 他就非得给国家打个遍 非得说出个不同意见来 要么就说个俏皮话 比如说河南乳洲这个抓鱼这个事 然后笑好人家 就那玩意我告诉你 就那个鱼 他要是在讯期留到野河里 那事就大了 然后那评论区就留言 怎么不把他调出来 你怎么不去把他调出来呢 目前没有出现伤人事件 庆幸吧 要是出现伤人事件 你们又会在评论区留言 早干嘛去了 对不对 利用某些事情带节奏 制造地区对立 制造对国家的不信任 再或者又动不动 就给你讲什么独立思考 实则呢 夹带死祸 青网行动已经开始了 小心点吧你们 就有些人 你不搁三差五的去怼他们一下 他们就蹦倒的可欢似了 我之前说过 他们也不一定就是什么14505050万 哪有那么多145050万呢 说句难听点的 他们级别不够 其实我的老粉知道 我以前挺爱聊这个时政热点 现在为啥不聊了 因为我觉得没啥意思 就是你不要妄图改变他们的想法 这个东西你只能用时间去改变 就比如20多年前 很多人他就去相信什么工匠精神 什么德国的下水道 美国霸气的小护照 相信这种东西 你给他们说的多了 他们让你出去走走 所以说这种东西 没有必要跟他们讲太多 时间它终会证明一切的 其实结尾我想说的是 其实我奉行的很简单 就是敌人支持的 我就反对 敌人反对的 我就支持 就这么简单